歡迎收看 C.E進行曲 這位來 HAPPY 我們歡迎長腿美女黨來賓 娜雅 好帥 李妍瑾 來 她滿快的 妳還沒招重點 那個是八爪章魚的 我們是喜桌隊長的 你看 喜桌 喜桌 真的耶 會痛 會受傷 今天兩位美女來了 是 今天請到兩位美女 要來跟我們玩一個記憶翻翻看 記憶翻翻看 翻牌記憶大PK 在20張圖卡中 找出相對應的文字與圖片 比比看哪一對翻得又快又準 將有機會成為頭毫無撞撞的記憶王 歡迎歡迎記憶大考驗 歡迎記憶大考驗 好 是的 大家一起來記憶大考驗了 有 今天我們記憶大考驗要考什麼呢 兩隊聽清楚了 台灣 是非常優秀一個農漁業 盛長的國家 是 大家要知道 我們的龍膽石斑 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個繁殖 成功率最高 而且呢 外銷全世界的一個最大的產生 今天要自大考驗 要考什麼呢 就是 養殖魚嗎 不 各位 台灣不只 台灣不只只有漁業發達 好不好 在秋季 在這個非常感性的季節裡面 秋季 盛長的食物 以及 產地記憶大考驗 天涼好個秋 那台灣秋季 盛長的農產品又有哪些呢 請你邊翻邊記 順便和我們一起 全台灣走偷偷 邊吃邊玩 那麼我們就請我們的桐桐隊 準備進去翻牌 來 桐桐隊請翻牌 是的 我們台灣到台南關田 一定要吃的就是我們的林曉 秋天到了 最好吃的出體群 就在我們的東港 彰化 王公盛長的牡蠣 也是不可錯過的好東西 時間到 OK 圓浩隊請準備 準備 補上三 有什麼呢 牡蠣花 前尾 前尾 在哪裡 玉花胎 滿意 好 錯 好 第一次 第一次 他第一根狂 農藥 農產品 這是甘蔗 甘蔗 甘蔗 甘蔗在哪裡 甘蔗 甘蔗 紅甘蔗 在哪裡 你必須過錯 請翻 決定關鐵 對錯 請翻回去 挺小的 道遠來了 道遠來了 他應該會針對吃的來翻 台南後壁是什麼東西呢 後壁 螃蟹 台南後壁 台南後壁是什麼東西 錯 翻回去 榮浩隊 完蛋的傷害 第一萬三個人都沒有翻 出任何 例子在哪裡 例子會在哪裡 例子會在一個地方 非常地 你一定去過的地方 例子會在哪裡 錯 請翻回去 天天天 太會了 大雅 這邊哪一個地方 這是什麼 這叫洋香瓜 哪裡啊 洋香瓜 妳剛剛翻過 錯 請翻回去 妳剛剛翻過的地方 怎麼可能 完蛋了 一道遠 香瓜 香瓜會在哪裡呢 香瓜 香瓜會在哪裡呢 台南後壁答對 緊接著下來是什麼 金正花 金正花在哪裡 快點 台灣初期盛產的金正花 最主要的 看 完蛋了 倒也 香瓜 香瓜會在哪裡呢 香瓜 香瓜會在哪裡呢 台南後壁答對 緊接著下來是什麼 這個什麼 金正花 金正花 金正花在哪裡 那個 是跟台中派馬里 太棒了 到底過 南高埔領會 怎麼樣 緊張 緊張 穩定 剛才妳翻過 第一個 台南不理會 答對就是紅甘蔗 台南官田會有什麼樣東西呢 他在翻臉 剛才提示的時候 已經講過了 重請翻回去 蚵仔 好棒 處女學 平東方港答對 翻風的 杭菊 哪裡 他到底在哪裡了 菊花是哪裡 答錯 菊花是蚵仔 菊花跟蚵仔沒有關 戴牙 苗栗銅鑼 剛才有翻出來的 在哪裡 剛才翻出來 在旁邊 翻出來在哪裡 答對了 杭菊就是他的產品 新竹北埔 那邊 苗栗下面 食事餅答對了 接下來是什麼呢 栗子 栗子是什麼 栗子 錯 錯 我還可啊 好 這是什麼 栗子在哪裡 錯 請翻回去 剛才大家對台灣的農產品 好像並不是那麼的熟悉 張惠王公為什麼 的話 答對 林甲剛剛有提示的 台南 在哪邊 不要花田 她的關田答對就是林甲 好 桃園 桃園新屋 先翻再講 先翻 栗子南瓜答對 漂亮 嘉義中 妳就是我們的例子 真的嗎 好難喔 第一回合 可見台灣 大家對於台灣秋季 農產品 農漁業的東西 好像都不太熟悉 比較默想 但是我相信 所翻出來的東西 你們絕對全部都吃過 是 我有個問題 寫說 屏東東港不是出鮪魚嗎 黑鮪魚 屏東東港 它是一個漁港的勝地 在那個地方 它有遠洋的 也有近海的 一年四季 幾乎 它產非常多的農業 黑鮪魚它在夏天 對 收集限定的 好不好 姚元浩 元浩隊第一回合用料的時間 有點長 他們總共用料的時間 是2分鐘48秒 好難 這麼難 我相信 這是元浩隊有史以來 最長的紀錄 對 算了 但是沒有關係 今天如果我們得不到分數 至少我們上了一課 是 好不好 在這個現場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說 我們這處女群 剛剛講的東港 是我昨天才吃的 真的 現在的那個 現在的那個 處女群裡面 其實很多的膏 然後很多的蛋 道遠 你不是講說 你會偷偷偷 所以他很厲害 他已經知道 當秋季到了的時候 要吃螃蟹 對 秋蟹 來一行的 然後來一個黃酒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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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秋季過了 都起來 三糕都變四糕了 對 很厲害 今天我們現場 一樣 會有我們台灣當地的 現場獻祭 好想說 接下來這個東西 絕對會讓你們 獅子大動 瘋狂尖叫 在這幾點半 我們直接就來試試 處女群 好 直接從 這麼高級 我自己說是離合考證 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是 直接從屏東的東港 直接 空虛來 我告訴你們 上面有交代 長官有交代 我們好好的做 從明天開始 我們每一餐都吃螃蟹 謝謝 四肆 台灣現場 四肆大會 真的 你看這個處女群 這個 時節到的時候 你看 這全部都是蛋的 沒錯 它真的 它整個分布在它的全身 這個蛋真的不輸 我們可能在 中國大陸吃的那種 大雜蟹 大雜蟹 它這樣 它的口感吃起來好 好濃郁 很香 所以我看到沒有 元昊真的是老饕來的 在這邊要針對兩位 來騙婚板頭的朋友 喂 兩位 真的太帥了 他們很內行 但是呢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 您內行嗎 以前農民烈 最後面一夜都會有 這個 對不對 不能跟旁邊 對不對 會食物相克 有沒有 這個養肋多也不能吃 而且你知道嗎 剛好這兩樣東西 都是秋季盛產的季節 沒錯 所以呢 如果呢 林道遠 你再這樣吃下去 接下來 我要 在我們大家獅子大通的同時 我們馬上 彤彤隊加油了 他們用到時間比較長 但我個人覺得 因為艾成呢 他以前家裡面是種田的 所以 他這一些農產品 我想是很熟悉的 是有一點點 而且我們馬來西亞 只有全年夏天跟雨季 雨季我們長達三個月 三個月 所以你們就是一個 旱季跟雨季 對 旱季跟雨季 那台灣是有四季春孝秋冬 是 所以有點不太一樣 雨要分明 所以可能出來的這個動植物呢 生態就有點不一樣 不一樣 好不好 而且台灣有沒有 它的高低海拔 中海拔 低海拔 中海拔跟高海拔 分得非常清楚 對 而且每一個人的植物相都分 而且我非常清楚知道 艾成他是低海拔 我萬萬沒有想到 今天打比你的是你的隊友 就直接站在你們旁邊 我相信你們已經準備好 迫不及待 已經準備要進去猜題了 好不好 袁浩隊 請準備進去翻牌 好的 GO 因為比較簡單耶 袁浩隊 請翻牌 什麼 是的 在秋季 大家可以看到 最好吃的芋仔冰 就是用高雄的賈生芋童 所做的雲林 雲林線內呢 盛產的就是我們的木瓜 到南投竹山 千萬別忘了品嘗 好吃的地瓜 那你 時間到 好 童童隊 請準備 準備 GO 我還什麼樣 你還什麼樣 打成芋頭 那是三藥 我們是芋頭 三藥 打成芋頭 錯 然後這是什麼 木瓜 木瓜在哪裡 錯 錯 右下 連霧 連霧是什麼 北東 上 艾成漂亮 今天是什麼 藝人 藝人在哪裡 藝人 錯 錯 請他回去 木瓜 那個魚是台南吧 魚是台南嗎 右下 右下 為什麼一直翻身 又紅了 骨頭在哪裡 還養生 為什麼 台南麻豆 從芋頭頭是什麼 芋頭在哪裡 芋頭是蛋 芋頭 是芋頭不是芋頭 芋頭 做起來 好 台南麻豆 非常明顯的提示 台南 有木魚答對 艾成漂亮 彰化惡禮 冒完 藝人答對 漂亮 好強 偷出賽 好強 藝人 藝人不錯 高雄 賈仙 賈仙 你剛剛有提示到嗎 賈仙 高雄 賈仙 錯 好 賈仙 快點 也沒過 我扶贏 這賈仙 好 仙草在哪裡 她是愛人仙草 仙草 仙草我們曾經有介紹過 錯 請滿回去看 市民是賣香腸的吧 先過了 屏東 快點 下面 錯 請滿回去 我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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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麻洞嗎 錯 他在 我剛剛有提示到 怎麼會是木瓜 有提示到 又殺到 右上 錯 錯 她是敵對的 喂 小白損 新竹山是漂亮 林內 木瓜 木瓜 答對 漂亮 南投竹山 壁瓜 很棒 南投竹山在哪裡 南投竹山 左下角 左下角 錯 來 回去 這問題嗎 喂 南投竹山 對 林瓜拿著 南投麻豆 是什麼麻豆 文竹 很清楚了 竹山上面 竹山 竹山 右邊 竹山 左邊上面 答對你就是文竹 是 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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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就是山藥 剛剛從小仙 剛剛才有找到 上面 對 是不是那個 好 玉頭答對了 這個就是 愛玉新竹關西 時間到 各位 竹竹隊在這裡也不太樂觀 用料的時間是 你們快 快一點點 快一點點 OK 在這邊我們好好討論一下 台南的師母 牠是什麼魚 因為我們看到 看到都煮好的 對 對啊 沒有 你該不會覺得 牠是台南的鯊魚吧 沒有 竹竹 你也講沒說 你看了都是已經去骨 對 四路一度 一度 還有一個 屏東的 蓮霧 各位 蓮霧 在這個時節 我跟袁浩印象很深刻 在這個時節 如果我們有時間 週休二日 跑到我們的墾丁去玩 現在 你應該在路上 都會看到滿滿的 黑珍珠 黑金剛 黑金剛 好不好 但是在這邊講 蓮霧正常 正常的產季 南部到五到七月 北部是七到九月 是 蓮霧的色澤的光滑度 會隨時改變 天冷的時候 產出來 就是現在這個季節 它的顏色比較深 所以就是 麻豆文旦怎麼會忘的 中秋節才剛過而已 中秋節才剛過而已 好不好 在這邊 我們今天在這一隊 也有準備料理 非常好吃 是什麼 非常棒 美人腿支撐的 我們馬上來試試一下 腳白筍 又撐了美人腿 漂亮 在這邊告訴大家一個訊息 其實我們的腳白筍的產季 在台灣一年四季都有 幾乎在五月到十月 通通都有產 但是在台北山之這個地方 它的產季只有九到十一月 而且它的外面是紅殼 赤殼的 所以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把台北山之這個地方 它的名產就列為 腳白筍 腳白筍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前面有一點 綠色的醬汁 是羅勒醬嗎 不 它是用一點優格下去打成的 大家看到沒有 台灣當地產出來的農植物 經過不同的方式的料理 會產生不同的風味 今天我們試試就來看看 另外一種 夕陽風的料理 我們的腳白筍 到底是什麼樣的味道 記得沾一點醬汁 漂亮 來 讓你清蒜一下 讓你清蒜一下 它的腳白筍 因為 可能是料理的方式不一樣 稍微比較軟一點 沒有那麼脆 你先吃進去嘴巴裡面 是那個九層塔的味道這樣 散 散出來 有 就碰看 因為九層塔本身這個香料 味道很重 然後因為它又打成那個 很脆 泥狀 然後你吞下去之後 就優格的味道淡淡出來 就不會覺得說 吃這道菜很重 很負擔 我覺得它做的沙拉 真的非常適合 對 那一般我們吃沙拉 可能都吃比較膩 就是 有很多生菜 青島醬 對 我覺得做得滿開胃的 對 因為它有點酸酸的 然後我覺得優格醬 對女生都非常好 因為它是要低熱量的東西 對 也幫助消化 對 開胃 還不錯 你想要甩一下嗎 那你 甩一下 好甩頭 甩水 很好 甩到是誰嗎 好甩 各位 算 這個角白水 算 西式的料理 加上獨特的醬汁 它的味道 加上大雅的愛心 沒有的事 就是大雅 第一次餵我吃的角白水 各位 我們在幸福的報導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農產品 四季 只有你的選擇 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 所以秋天到了 您可以選擇非常多好吃的東西 趕快到餐廳去 或者是買好吃的食材回家 最頓豐盛的料理吧 謝謝 好的 我們進入第二回合 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生活物品 有哪一些藏在大家耳熟能詳的歌詞中呢 請你動動腦邊響邊唱 大聲唱出來吧 原浩隊準備進去翻牌 來喔 好快喔 GO 加油 原浩隊請翻牌 這個好像比較醒了 是的 劉德華的練習裡面有殺肉 在哪兒呢 殺肉 有節奏感的爵士鼓就在 在宇宙漫步的撐傘散步 就是洪融洪最經典的一首歌 那就是 一支燒火耍時間到 你的背包 洪湯隊請準備 我忘記了啦 準備 GO 沒問題嗎 好 首歌也快點 首歌也快點在右下 是什麼呢 是什麼舞 走在陽光裡 走在小雨裡 這首歌中所提到的日曆 到底在哪裡呢 我忘記了 準備 準備 GO 你在通知你嗎 好 什麼 在哪裡 走在陽光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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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呢 是什麼物品 是什麼 答錯 你翻回去 我的背包 我的背包 這是什麼 針線 針線 有什麼物品 針線 你答對了 妄存晨晨晨 跟雙晨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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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在那邊 錯 針線上面 鼓聲若翔 鼓答對 沙漏 練習 漂亮 好傻 魚閃 這邊 錯 你不是這樣子 日曆在哪裡 哪裡 錯 不錯 這可以感覺 完全就是用猜的心態 對 一支小雨傘 雨傘答對 何日君再來 飛子答對 鼓勃在哪裡呢 鼓勃 鼓勃在哪裡 有網嗎 不錯 請翻回去 補破網 沒有看到 有 有 補破網 錯了 對 18號要補破網 補破網答對 尤登 不錯 我開笑 走在陽光裡 尤在陽 不錯 各位 你們比較偷重複的 日曆 日曆 走在陽光裡答對 望春風 尤登 十千打 好 童彤隊 在第二回合 用掉的時間是 一鐘鐘 三十三秒鐘 好 好 用耶 各位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的歌曲裡面 伴隨著我們 裡面都有生活的用品 對 一支小雨傘 黃龍宏大哥的經典歌曲 每個人都會唱 對不對 鼓 聲落響 鼓 鼓聲落響 歌名 歌名上面就有鼓這個字了 是 對不對 何日君再來 童彤隊 這個我拿手 你拿手 好花不常開 好情不常開 不是很失誤 今宵禮別後 今宵禮別後 Junkie 何日君再來 喝完了這杯 靜靜點小菜 人生難得 機會催 不還得何待 來 喝完這杯 再說吧 今宵禮別後 叫 叫 何日君再來 叫 所以我們就是杯子 對不對 童彤隊 在這邊用掉的時間是 一分鐘 三十三秒 馬上攻守交換 聽我們童彤隊準備進去翻牌 來吧 童彤隊請翻牌 是的 周杰倫的安靜裡面 其實是有日常的生活用品 那就是鋼琴 坐在這個搖椅上面慢慢聊 最浪漫的事情是哪首歌呢 就像唐貝寶 我剛才講過 那就是9瓶也在我們日常生活用品裡面 時間到 元昊隊請準備 還有心思 準備 Let's go 加油 想讓盡 快 來 沒有理 錯 同言 對 錯 錯 快快快快 有那麼多 同言 答對 漂亮 那個是搖椅是 最浪漫的事 來 來 不錯 這是什麼 透皮箱 打皮箱 對 答對了 Q3 邱瓶中間的訪問 答對了 嚇死了 嚇死了 沒錯 最浪漫的事是 搖椅 搖椅答對了 漂亮 剛剛的螃蟹變出名 太認真了 搖椅 太認真了 有了嗎 不知道答案 安靜 高清 抽點 高清 高清 答對 漂亮 厲害 快 現在要 這是什麼 窗簾 窗簾會是 來 阿琳 窗簾 錯 請翻回去 挖光 碧桃小葉曲 窗簾 小川 答對 真的 愛一直閃亮 愛一直閃亮 這是什麼 錯 翻回去 繼續這樣 快了 棉被 上面 上面 對嗎 兩字連人答 睡 晚 愛一直閃亮 他都照片很厲害耶 這個螃蟹變出名了 是不是 但是明天是通風了 各位 元昊隊在一二回合 用這樣的時間是 一分鐘十二秒 掌聲鼓勵鼓勵 速度明顯的比一回合快了一倍 可見你們對日常生活用品了解 非常的足夠 在這邊 剛才我覺得比較 我的意義 應該是鋼琴 周杰仁的安靜 安靜 錯了 妳會唱 妳唱一次 妳就知道鋼琴在哪裡 只剩下鋼琴陪我彈了一點 比較好 睡覺的大提琴 大提琴也有 安靜的久久了 久也有是不是 喂 開武器 時間 那個熙龍師 常常久久的琴 童年啊 童年滿舒服的 童年誰會 童年還什麼 所以黑板粉底都有了 還想接 還有詩湯 還有一個 就讓我帶你們回憶你們的童年吧 漂亮 你要用什麼方式來處理這條歌 處理 沒有 剩吧還是剩下 好豐富派啊 出來 好豐富派啊 發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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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雖然你不能太多做一句话 却更能明白人事前提黑白与增加 雖然你不会表达你的曾经 却付出你热忱的生命 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身体 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 什么时候你才会到我身旁 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我再和你一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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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就跟那湯尾 我 謝謝 漂亮 掌聲鼓勵鼓太棒了 兩隊兩回合加起來總成績 童童隊用掉的是 4分鐘08秒 童童隊總共用掉的時間是 4分鐘 恭喜元安隊獲勝 恭喜 今天要祝大家 兩隊請到台前來 知道現在的記憶大考驗 是否大家都用你的腦袋記憶人 是 都記下來了 來 謝謝兩位漂亮的那邊來 謝謝 一整天晚上七點半 一定要鎖定我們好看的 新冰進行曲 好棒